去到剛剛那個話題 另一個了 兩會現在正在開 兩會也是其中一個導致試跌得比較多的原因來的 一個主要的原因是你看回兩會這個weekend在說什麼 又有那些青少年打機 農村的兒童上面還有成年人的身分證來打 因為不行 我們要加強那些措施 是有這些言論在 所以導致到就是就算兩會期間 有些科網股可能優先顧押 其中一個情況就是預料兩會 關於反壟斷 關於科網行業的監管措施 是會陸續有利 當然不會一面倒地差的 兩會有些什麼 亦是能夠做好 現在市場在說能源方 剛剛說報酬上到103那些位置 所以就說到資金炒些什麼 炒一些新能源股份 兩會是不是都扶持新能源大家都猜到的 但問題就是會不會我今天這一刻講 你才覺得原來要炒新能源 如果你有這樣的想法的話 同樣地你根本真的不貼了 炒邊談算了 所以看回這段市況上面就是講過一個星期 剛剛說兩會的綠色能源 有些人會問 都沒什麼點性 但問題是市跌很多 所以你能夠在市況上面找到一些 逆市不用跌的股份 已經是嚴重跑贏的市 那個利害程度就等於 上年或者前年的市大牛市 那段時間指數就升兩三成 那些股份升一倍了 分別就是這樣 現在一些完全跑贏的市 就是不用跌的股份 所以綠色能源好像大唐新能源 916 真的是一些純粹風電 那些相關的股份上面 這段時間 在跑贏的市 但是你說這個位置你才走去進 我又覺得遲了一點 相反地那個避險情緒不斷升溫的時候 他都會有一點點最固的壓力 他都有機會再穿 譬如農園15元 大唐新能源2.7 那些重要支持 不代表無敵的 你都是假設那些位置 那只不過就是你這些位置買 相對地沒有那麼容易止涉 還有沒有那麼傷的意思 所以我覺得這些市況上面 第一方面如果這個角度上面 穩量會焦點 可能講的 最容易賺錢的方法是 投放一些科技股的 反正跌得那麼厲害 雪上加上踩多腳 不貪心 你轉身轉得快 是有機會的 但是問題你看今天的指數都跌六百幾點的情況下 有多少水位我真的要開始後才知道 所以我不太主張幫大家 不能夠跟車貼那段時間還要選擇去做短炒 因為很容易出現的狀況就是 短炒變長假